终于到了影子戏场 表哥去给我们买票 进戏场时 里面鸦雀无声 黑咕隆咚像个生动 我记得第一场影戏是散马 骑手骑在马背上 侧马飞奔 然后是一个胖女人 同个小男人打架 女人们头戴是有花和羽毛的大帽子 身穿精心设计的服装 急速走进花园 还都牵着小狗 整个画面好像都一样 光戴大帽子的女人和小狗 我就看了五六次 我越看越没劲 睡着了 孩子们又不认识回家的路 差不多也都睡了 叔祖为这一天的经历高兴坏了 他成了我们家的明星 谁都爱和他一起谈天 他也愿跟任何人聊 妈妈们说 谁早晨起来第一个看到他 谁就能赢牌 他的玩笑又是开得很笨拙 可人人爱听 我常常找机会到他房里去看他 我总是叫妈或厨子 让我去给叔祖拿茶点水果 因为我喜欢听他谈乡下的人和事 而且我对他床边桌子上的书招了迷 这些小说充满了浪漫 冒险和想象 如果说我从奔先生和姐姐们那儿看的书是固体食物 那这些书就是带给我喜悦和快乐的甜点水果 这些书当时很流行 茶馆里的说书人 古书艺人 还有大街上盲人拉琴的都在说唱 这些书包括三国 水浒传 风神演绎 静花园 红楼梦 西游记 施工案和包工案等 书前有几页主要人物的秀像 他们身着古装 非常好看 谢谢你小姑娘 把茶放桌子上吧 我还不饿呢 可见到你我很高兴 跟你聊上一下午 我也愿意 书祖说 我妈让我问你胳膊好点吗 她说你要不忙 我可以待一会儿 待着吧 没事 你妈对我真好 我来之前 就听亲戚们都在夸她 她总想着别人 体贴周到 妈让我帮你揉揉胳膊 书祖的胳膊患有风湿症 天一阴就有预感 累的时候 动都动不了 她只得躺在床上 静等疼痛减轻 她从来不吃药 不打针 感到不舒服 也只是休息静养 她喜欢同孩子做伴 给他们讲故事 她感觉不好时 就让我们帮她揉胳膊 舒筋活血 说这样能舒服些 你妈真是个好人 总不忘教你帮助别人 你坐在凳子上 我躺着 帮我揉揉 书祖说 我用小拳头 捶打着她的胳膊 仿若在敲鼓 她感觉舒服多了 闭上眼 满意地笑了 我现在好多了 你说我回家后 给你寄点什么好东西 像你桌上的那些书 我犹豫了一会儿说 挑一本你最喜欢的 你读得懂吗 我能读一点 不过没关系 我妈可以帮我 她能读好多好多书 还会唱呢 达那以后 我经常去接书组的书看 在她那儿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 她也乐得讲故事给我听 有时甚至评论起 书中的人物 好像我是个大人 我高兴极了 对她评论的人物 也越发觉得有兴趣 我不是个聪明的女孩 当时也不知谁说过 我不机灵 可我记得很多 把我当大人看的成年人 他们经常向我讲一些 通常不对别的孩子讲的事 我对这一后遇 唯一的解释是 他们大概喜欢 同别人谈论自己 找不到合适的人 就找个听话的 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的 小姑娘听 她害羞 诚实 只要告诉她 别跟旁人讲 她一个字也不会吐 她是个理想的听众 只要下午不上绘画课 我就常跑去看书组 她给我讲过两本 众所周知的诗题小说 非常好懂 书里的两位女主人公 漂亮 聪慧 能力非凡 她们身处逆境时 女扮男装 静静赶考 中了状元 这块最有意思了 女人们都会钦佩她们 我被这两本小说的情节 深深打动了 也为她精致的 口语化尸体结构所折服 我常借书让妈给我们讲 每天晚上 我们就围在火炉旁 听妈讲故事 五妈 六妈 和佣人也来听 火苗映照着 妈粉红色的脸颊 和天蓝色的衣服 她的声音像百林在歌唱 虽然每行唱的调都一样 可我们都爱听 佣人们不时端上一盘梨 柿子 花生和栗子 每人都边听 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天 叔祖问我 长大了喜欢做什么 我说 我也想女扮男装去赶考 小宝贝 等你长大后 女人肯定可以参加考 你也用不着扮成男的 现在就没有科举考试 因为已经没皇帝了 叔祖说 我才不想考什么试呢 姐姐们说 学校的考试就够讨厌的 你还太小 不懂 取消了科举实在可惜 他可以很好地挑选那些 有头脑的人为国家效力 只要努力 每个人都有机会走上仕途 穷人家的孩子也有希望做高官 我记得书祖最爱读的一本书是《静花园》 他开始时 讲聪明的唐敖 建议林之阳和他一起游历世界 他们航行到南阳 遇其人 访疫地 经历了许多次冒险 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风俗 观念 令我入迷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 当时 正值武则天在位 中国出现了六十年的盛世 没有战乱 没有饥荒 唐朝军队征服了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部落 以及南阳的野蛮部族 朝鲜 日本 印度等邻国 每年都要向唐朝进贡 他们为了表示 对唐帝国文化的崇敬和拜服 每年都要派数百学生到中国来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 女皇可以享受世界上的一切 她认为 科举考试该向女人开放 这正是《静花园》的主题 许多有天分的女人被选中效力朝廷 书后有不少诗作都出自宫女之手 虽然我并不明白 但我爱听书祖讲 她总令我想起画在丝卷和薄瓷器上精美的古代绘画 书祖告诉我 这些都是唐朝的真事 这位了不起的女皇 在唐朝皇帝里没人比得了 可唐朝宋朝 却有一些心胸狭窄的文人激烈抨击她 编造了许多她与朝臣间的分流运势 我敢说 他们是在嫉妒她 因为她是个女人 这些蜀渡鸡肠的小人 不愿看到有一个女人治理整个国家 跟你妈讲讲这故事 让她也对女儿抱有希望 我相信总有一天 女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你不想试试 她的玩笑在我心中 汇出了一个彩色的梦 有多少个早晨 我都梦想着像爸过去一样 去参加科举考试 如果考取了 我妈得有多高兴 她会向家里每个人 夸耀自己的女儿 那时再没人敢说 她没有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